三澳門大力約進高速3G時代 三澳門特約天氣報告 Hello,歡迎收看由三澳門特約的天氣報告 現在由我Yada和大家討論今天1月12日的天氣 今天天氣寒冷,初時波雲 日間天情及較為乾燥 相對濕度介乎50%至81之間 氣溫介乎攝氏8至14度 吹和換節清新偏不風及有震風 今日的空氣質量指數是介乎28至53 空氣質量水平屬於良好至普通 預測明天空氣質量指數 路邊監測站和高密度住宅區是30至60 空氣質量水平屬於良好至普通 日本城監測站是30至50 空氣質量水平屬於良好 今日自來水鹹度是每升115毫克 屬於綠色低鹹度級別 波比說明天凌晨及早上天氣寒冷及乾燥 天晴,看看衛星雲圖 預料籠罩住中國的龐大反氣旋 所帶來的一股寒冷空氣 將持續影響本土天氣 看看未來幾天的天氣 預測明天凌晨及早上天氣寒冷及乾燥 天晴,氣溫介乎是8至16度 吹溫和至和緩,初時清新,北至東北風及有震風 星期四凌晨及早上天氣多雲 寒冷部分時間有陽光及日間較為乾燥,有煙霞 氣溫介乎是10至17度 星期五天氣清涼多雲間中有陽光,有煙霞 氣溫介乎是13至18度 而星期六凌晨及早上天氣清涼多雲 間中有陽光,氣溫介乎是14至19度 現在看看中國各大城市的天氣 北京天晴零下13至零下7度 上海天晴零度至4度 台北有雨14至15度 廈門多雲9至14度 廣州多雲7至13度 而在亞洲各大城市方面 首爾多雲0下11至0下6度 東京有雨4至8度 馬尼拉是間中有雨22至29度 曼高是有霧23至34度 新加坡天晴25至33度 下加達是有雨23至33度 現在看看歐美各大城市的天氣預測 今天天氣預測完 拜拜